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維彤 再來看到美股31號三大指數全面走高 不過多家科技股出現了獲利了結慢壓 回答股價也出現震盪 不過黃仁勳2號演講 臺灣的供應鏈是產業革新的後盾 相關概念股週一表現相當亮眼 占持指數盤中大漲438點 中場高檔震盪收在21536.76點 合計上漲362.54點 一舉收復所有均線 而三大法人買超50億元 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即將在週二盛大登場 超委決心長蘇自豐率先發表主題演講 除了較勁對手揮答 也號召多位國際級合作夥伴站臺 華社董事長施童堂也驚喜現身 稱讚蘇自豐是臺灣驕傲 蘇自豐受訪也談到 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 早安大家好 半導體女王MD執行長蘇自豐 一身桃紅色西裝搭配深藍色西裝褲 出席台北國際電腦站Computex國際記者會 擔任首位主題演講嘉賓現場媒體大爆滿 蘇自豐一口氣發表多款新品 首都發表Zen5系列 次時代高效能運算CPU核心 尤其第三代Ryzen AI處理器找來多家國際合作夥伴打群架 華社董事長施崇堂也驚喜現身 謝謝Lisa 我覺得這是我的榮幸參與你參與 尤其是你現在是一個機器業界 和台灣的榮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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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響起掌聲 蘇自豐這次臺灣行備受矚目 除了四號造訪廣達旗下雲達科技攤位 七號還將出席論壇 與鴻基董事長陳俊勝對談 明顯擴大在臺灣合作 而外傳MD有意砸下50億 在臺灣設立研發中心 今年Computex成為國際AI巨頭盛會 包含身價高達約3兆元的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已經提前來臺 美超維創辦人梁建厚 還有身價350億的超維蘇自豐 另外六位分別是高通總裁阿萌 Intel執行長紀星格 聯發科副董事長蔡立行 恩赤普技術長瑞格 台大研究院長邱智克 安謀執行長哈斯 有獎出席盛會 也讓今年堪稱是史上最強Computex 新台電視黃藍簡高救人沈為彤 臺灣台北報導 全球半導體科技業巨頭齊聚臺灣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昨天點名 臺灣供應鏈是帶動人工智慧產業復興的重要推手 而相關概念股今天起漲 當中有14檔登上漲停 外媒彭博社報導 光是今年5月單月份 外資投資台股的規模就達到27億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873億 而回答CEO黃仁勳再度來臺 率先在台大開獎 稱讚臺灣是無名英雄 卻是世界的支柱 演講當天 鴻海董事長劉昂偉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等眾多重量級企業高層雲集 也在在凸顯黃仁勳口中的臺灣 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歸黨執行長黃仁勳來臺K獎 排下3000位觀眾 第一排搖滾區 可見鴻海董事長劉昂偉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偽創董作林憲明 以及經濟部長郭志輝 眾多重量級企業高層 在在凸顯黃仁勳口中的臺灣 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黃仁勳深呼的投影片布滿43家臺灣供應鏈名單 包括台積電、紅機、音樂達、台達電、人寶等當紅AI概念股 同時首度公開Blackwell架構GPU的下世代平臺將命名為Rubin 並預計2026年問世 渴望由台積電三奈米操刀 而現場黃仁勳還特別端出一項AI技術 氣候數位嵐深銀端平臺 能夠更精準預測天氣 並與臺灣氣象署合作 預測颱風登陸更精確位置 黃仁勳K講不只台下三千人齊聚 線上直播更超過三萬人觀看 演講尾聲的影片讓不少網友直呼 好感動一瓣淚 台灣是無名的英雄 確實世界的支柱 一起我們推動了產業的復興 辛勤的耕耘 讓我們能夠踏入占星運算的領域 親愛的夥伴們 你們是AI產業革新的後盾 無論面對多大的風浪 你始終穩如磐石 把回答市值緊逼蘋果 根據外媒路透社等報導 從人工智慧戰場開打以來 包括OpenAI 微軟和Meta的生成式AI工具 幾乎都仰賴回答GPU進行運算 而過去一年期間 回答股價已經翻漲近三倍 市值更是一舉攀升到2.696兆美元 相較之下 蘋果因為 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飽和 銷售額逐漸下滑 使得股價失色 而今年初 微軟擊敗蘋果 登上全球市值龍頭寶座 美國資產管理機構看好 回答市值很快就會超車蘋果 成為全球市值第二大企業 而台北國際電腦展明天正式登場 我們看到AMD決心長蘇自鋒 今天上午已經成為媒體焦點 其實回答決心長黃仁勳 前一個星期就來到臺灣 另外 英特爾 高通 安摩顯然都是非常關注 我請教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怎麼看科技巨頭全數來臺灣 關鍵原因是在什麼地方 請教您觀察 我覺得有四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們去理解這個目前就整個AI產業發展 不管你說晶片也好 不管伺服器 其實九成的貢獻度是來自於臺灣 這幾年甚至連我們講散熱 機殼 PCB等等 其實產線也都移到臺灣來 所以對這些AI大廠來講 如果他們接下來在未來十年當中 真的希望在AI產業能夠佔有一席之地 臺灣一條龍的產業供應鏈的完整度 絕對不是他們能夠忽視的 所以固裝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是在這當中所產生的競合關係 什麼意思呢 如果Intel來了 那AMD要不要來 那如果輝達來了 美超委要不要來 所以我們也發現說廠商之間的競合關係 變成大家都必須到臺灣來 確認未來的合作夥伴 是不是能夠持續穩定的供貨給他們 第三個我覺得輝達的態度實在太過積極了 也讓這些國際的這些電子大廠 其實開始感到壓力跟害怕 所以為什麼現在會有一個 輝達以外的這個資通訊相關產業 組成的一個聯盟 也希望能夠研發一個不受輝達影響的AI晶片 最主要也是擔心未來整個AI發展 被華人勳牽制住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華人勳來 其他大咖跟著來 其實也是要做一個表態 他們要表達的是什麼 AI產業不是只有輝達 還有輝達以外的這些知名的國際大廠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宣示的概念 讓整個國際市場看到 臺灣在AI產業發展 發展當中所具備的這個獨特地位 是不是有這個政治味道的解讀 這個我們覺得都可以持續觀察 當然就以上四點 這也是為什麼大咖持續來台 參加這一次台北國際電腦展的原因 謝老師怎麼看 多家臺灣廠商業者 也是被點名是供應鏈廠商 所以未來產業展望 怎麼看臺灣廠商的前景 因為這一次被點名的業者 我們仔細去看 都確實跟輝達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當然在營收比重多少 那後面我們還要持續追蹤 不過從這個角度來看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AI產業的發展所帶來的幾個重要的趨勢 第一個訂單的穩定度 因為如果它不是一個像元宇宙的彈花一線 而是一個未來十年的產業大計畫的話 那訂單長期的穩定度一定是可以預見的 第二個AI產業的毛利率 其實是大幅度攀升的 不管我們從機殼 從記憶體 從被動元件 等等產品出貨的一個狀態來看 這一次股東會 上市貴公司也都有提到 出貨給AI對他們毛利來講 是有大幅度的一個提升的效果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今年對台灣整個產業 尤其是電子產業的發展 就變得更為重要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相關被點名的個股 都出現大幅度的一個上漲 我覺得跟我剛才所點到的 這些基本面的表現有很大的關係 好 謝謝謝老師的分析 好 再來看到揮達全新長黃仁勳 昨天台大演講掀起熱潮 而訴發部長黃英南也出席 昨天黃英南表示 人工智慧產業是台灣的機會 政府將會積極跟揮達等大廠密切合作 黃英南表示 臺灣未來要推動數位經濟產業 一定會需要人工智慧等技術 以及大廠的支持 未來政府將與大廠密切合作 另外 英特爾執行長紀辛格 將在明天Computex進行演講 天晚上將率先跟多位重量級 臺灣供應鏈夥伴參序 外傳宴請名單有11家 包含何碩、廣達、鴻海等台廠 而日前 在黃仁勳的宴請名單 電子五哥中的人保遭到獨漏 讓董事長陳瑞聰感嘆 在這波人工智慧伺服器確實落後同業 麗拼三年內趕上 不過 今天晚上紀辛格的宴請名單中 人保是座上兵 不少臺灣ICT業者被點名成功 簽入AI伺服器供應鏈 國內大廠核碩 趁著Computex話題 週一宣布進軍AI伺服器 一舉端出多項解決方案 董事長佟子賢認為 加入AI永遠不閒遲 包含PC 手機 未來產業會很熱鬧 黃仁勳點燃產業AI熱 核碩董事長佟子賢親自主持發表會 以破殼而出為題 重金部署AI 加入AI的領域永遠都不嫌遲 在我們的身邊的個人電腦跟手機 也在未來幾年會很熱鬧 GPUGPU的加成合起來是不可逆的 所以核碩在這個時候 Breaking out of the shell 應該是不是right timing 對吧 我希望是非常好的timing在這個時候 核碩原先就已經是 灰打智慧工廠的合作夥伴 這回一口氣展出 19寸伺服器標準機櫃方案 還有將整個伺服器一冷浸泡 提供更加穩定效能的系統整合能力 也大秀回答最新GP200伺服器解決方案 短短三年時間配合大客戶需求 快速取得產業入口門票 核碩技術長徐衍珍指出 公司正積極尋求區域型雲端業者客戶 今年第四季將出貨Blackwell伺服器 未來將進一步擴充AI伺服器產能 核碩現在的幹部很多都是從個人電腦 主機板板卡繪圖卡 還有筆電年代培養出來的 所以分別跟AMD跟Intel跟NVIDIA 他們本來就有很熟的關係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應該是吃得到飯 台長宣布寄生 AI伺服器供應鏈一元 期望2026上半年展現成績 新塔電視稱後門審慰同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安謀執行長哈斯 週一也現身台北國際電腦展發表專題演講 介紹全新軟體框架 可以服務從手機PC智慧車輛 到雲端伺服器所有的運算裝置 讓開發者無縫存取CPU最佳效能 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 安謀執行長哈斯現身台北國際電腦展 發表專題演講 介紹全新軟體框架Arm Clyde AI 要讓開發者無縫存取Arm CPU上最佳效能 將會在Liدي中進行後 在中文中進行中 高層科入是地保護者 在做出無縫無縫的 在取得了用於這些研究 找來這些研究 他們現在可以在做出 上個技能的工廠 警員工廠 在你但會裝上 就是在上去 可爱迪韩式库能让新款CPU核心设计 在单执行序效能提升36% AI效能部分提升41% 目标锁定AI及手机程式等使用场景 哈斯也看好安摩架构的CPU 可能将在Windows PC系统中占据未来销售市场 预计到明年年底 全球将有1000亿台ARM设备 为AI做好准备 而在Computex展前 安摩也推出新的运算平台 ARM终端产品运算子系统 采用台积电3奈米 提供最佳化的CPU和GPU布局形式 新唐人野台电视增益号持千里 唐吉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好周日Computex开展日的同一天 台积电将召开股东产会 董事长刘德英将在今年股东会会后退休 由总裁魏哲嘉接下董作职位 外界关注两人对于全球半导体市场趋势的看法 以及台积电股票和配息是否在拉高等议题 当天也将改选10名董事 外界观察公司提名的三位新独立董事候选人 包含美国商务部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乌苏拉·博恩斯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 非执行董事林恩·埃尔森·汉斯 以及前行政院长林全 代表台积电将强化公司治理 好台股本周将进入超级股东汇州 在全职王台积电的领军之下 陆续登场的股东汇公司 总市值就高达23.4兆元 占台股比重将近三分之一 包含大力光、元大金控、永丰金控等公司 将陆续召开股东汇 南韩总统尹席月3号宣布 东海海域可能存在大量石油天然气 除量达到140亿桶石油天然气的可能性非常高 将可满足南韩29年的天然气 及4年的石油需求 他已经批准政府的钻探计划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周日同意 将大部分石油减产期限延长至2025年 支撑石油市场 南韩五月出口额年增11.7%至582亿美元 创22个月高点 主要受惠于半导体和汽车等产品需求持续增加 出口表现保持强劲 印度大选落幕 现任总理莫迪有望三度连任 莫迪在任期间 印度经济成长7% 目前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未来要拼超日赶德 成为全球第三大 尽管印度的百万富翁不断增加 但近百分之九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收入 仍低于两千七百七十美元 约为新台币九万元 贫富差距仍是莫迪政府的棘手议题 新唐人亚台电视专理报道 好 再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湾晶片法 是用租税优惠申请收礼截止 经济部表示 首批申请为四家半导体业者 预计七月中下旬完成审查 外界预期台积电等大厂 有望申请适用 粤名董事长徐旭东 亲自主持股东会 定出长期的成长策略目标 包含船队数量大于一百艘 船队总载重顿数突破一千万顿 另外业者统计 台湾五月的整体机车市场挂牌数量 成长到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一辆 其中三阳市占率38.3%位居第一 而光阳位居第二 台湾生计中心参加北美生物科技大展 推出五大技术平台以及新技术 国内中心院公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PMI 中段连续14个月紧缩转为扩张 指数也要升六个百分点至55.4% 成为2022年5月以来最快的扩张速度 而未来六个月展望指数 同样攀升到2022年4月以来的最快扩张速度 国营星际飞船首次载人试飞再次推迟 预计六月五号再次试射 休息一下我们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 彭博士报道 大航航空考虑最快七月订购 30架波音焰射机 最后时报报道 中二天然气管线疑似因为北京价格 要求不合理 效益陷入停滞 外界日报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与小摩执行长戴蒙和解当中 另外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欧盟制定轻能利用规则 开拓市场并确保安全性 波音新型的星际飞船太空舱 首次载人测试飞行 是再次被临时推迟 团队准备6月5号再次试射 这艘橡皮糖形状的太空舱 原本定于周六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但在发射前4分钟 地面系统电脑触发了自动终止指令 暂停倒计时 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启动终止指令 也不清楚问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但下次可发射窗口是当地时间周日中午左右 随后在周三和周四还有两次机会 这次飞行是星际飞船 首次承载两名太空人前往国际空间站 一直备受期待 却因技术原因多次推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 田园综合报道 澳洲研究用咖啡渣当建材 让混泥土更加坚固 下集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 来看到全球数十一顿的咖啡渣 大部分被弃炙在垃圾掩埋场 不过现在咖啡渣出现了一项新的应用 澳洲一所大学研究发现 咖啡渣经过加热转化成为生物碳 可以替代沙子添加到混泥土当中 可以使得强度提高30% 比传统的混泥土更加坚固 研究人员在无氧室中将咖啡渣 加热到摄氏350度制造出生物碳 这些生物碳添加到混泥土中 可以使混泥土强度提高30% 在澳洲的温暖度提高75,000吨 所以它不太大 但这些重量的重量是1,9% 比较大量的重量 所以在重量的重量 如果我们可以买到那些重量的重量 这些重量的重量 这些重量会比较大量的重量 因為濃度是很低的 我們預計在澳洲的全100%的咖啡汁 都能夠清潔進去硬化的製造 混泥土是由沙子、粒石、水泥和水混合而成 每年大約有500億噸沙石被挖出 往往對環境造成破壞 沙石的供應也日益短缺 澳洲每年約有7萬5000噸的咖啡渣 可以取代混泥土中多達67萬5000噸的沙子 墨爾本理工大學正在與幾家建築和混泥土公司合作 並計劃組建一家生物碳製造公司 並與星巴克洽談使用咖啡渣的事宜 澳洲建築業巨頭也支持這項研究 墨爾本附近的馬其頓山脈圈議會 更已經使用咖啡渣混泥土蓋了一條人行道 新唐人亞特電視 舒和綜合報導 來看明天6月4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台北國際電腦展開幕 回答華仁勳全球媒體問答 他今天舉辦股東大會 另外立法院財委會審查財化法修正案 以上是6月3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文彤 再會 și nonsense 詞 句話 評論 詞 句話 不詞 可